约伯纪第十三章 这一切我的眼睛都见过 我的耳朵都听过 而且明白 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 我并非不及你们 但我要对全能者说话 我愿与神辩论 你们都是捏造谎言的 都是无用的一生 但愿你们完全不作声 这样才算为你们的智慧 请你们听我的辩论 留心听我嘴唇的申诉 你们要为神说不义的言语吗 你们要为他说诡诈的话吗 你们要寻神的情面吗 要为神争辩吗 他把你们查出来 这是好吗 人怎样哄骗人 你们也怎样哄骗神吗 你们若暗中寻情面 他必然责备你们 他的尊严不是叫你们惧怕吗 他的惊吓不是临到你们吗 你们背诵的格言 都是芦荟的格言 你们的辩护都是泥土的辩护 你们要静默 离开我 好让我说话 然后不论什么事也好 让他临到我吧 我已把我的肉挂在自己的牙上 把我的命放在自己的手中 他必杀我 我没有指望了 我必在他面前辩明我所行的 这要成为我的拯救 因为不敬虔的人 不能到他面前来 你们当细听我的言语 让我的宣言溅入你们的耳中 现在我已成上我的案件 我知道我自己得算为义 有谁与我相争呢 若有 我就默然不言 弃绝而亡 只要不对我行两件事 我就不躲开你的面 就是把你的手缩回 远离我身 又不使你的惊惧威吓我 这样 你一呼叫 我就回答 或是让我说话 你回答我 我的罪孽与罪过有多少呢 求你让我知道 我的过犯与罪过 你为什么掩面 把我当作你的仇敌呢 你要使被风吹动的树叶战斗吗 你要追赶枯干了的碎阶吗 你嫉妒叛死攻击我 又使我承担我幼年的罪孽 你把我的两脚上了木钩 又检查我一切所行的 为我的脚掌定界限 我的生命 像破灭腐朽之物 又像虫柱的衣服